有很多人都說Saber垃圾不好看 但又有一班人護航就說 喂!神作! 那究竟為什麼呢? 各位風都市民大家好 我是Mr.Man3423 我的頻道主要分享玩具攝影 以及特攝動畫類型專題的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Saber終於到達大結局 看完正傳的48集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一年的拉打有什麼感想 我自己就覺得扁就多過Bow 好老實說 這一年為了看完整套劇 真的每個星期坐過山車的上上下下 不如我們先分析一下這一套劇的內容 再講一下它的優點和缺點 請注意 在看這一條影片之前 會有嚴重的劇透成分 如果不想被劇透的話 請看完這一套劇集 再回來看這條影片 又或者你根本都沒有心情 48集的劇情 想直接看這條影片的話都沒問題 另外也要澄清 以下的感想 都是我集所有劇集的個人主觀感想 如果有什麼高見 例如覺得Saber是神作之類的偉論 歡迎下面留言討論 好 我們正式開始 故事簡介 這是一個講述天選之人 如何由頭到尾 都以聖人模式 以靠口盾之力 打破重重難關 繼而成仙的故事 主要內容可以分為四個篇章 第一至十五集為喜此篇 在上橋大地的過程中 有人犧牲有人亡 最後成功地討伐了上橋大地 以及破解了他的規劃 並且知道組織內部有問題 成計第一篇內容 第二篇是第十六集至三十集 龍大致講主角因為知道組織內部有問題 而被劍士團的一班同伴杯葛 但得到新角色尤利的幫助之下 慢慢憑一己之力一個一個說服他們 並且連千年禁書中的魔龍 都可以用口盾來韓服到 陸續其他之前同伴都加入主角陣營 一齊去對付組織 之後到三十一集到四十三集 主要是主角群以及南方劍士 也都統一了 一齊去討份今代換世不公的教主 Master Logos 簡稱厚水佬 同時間亦都透過這個工具人 練成了一本全知全能之書 最後隨著他的死去 亦都被Storius 即是一開始的敵方幹部的其中一人 去搶了而練成他的最終形態 最後第44至47集 就是分了四集去演繹 最後主角團討伐Storius的最終戰 另外除了正傳故事裡的集數 除此之外還有額外兩集的 真理之劍外傳 另外有兩集的同屬福田Universe的 Ghost x Saber外傳 還有就是一些以廣播劇形式出現的小劇場 去填補每一個角色的小趣事 一如既往 詳細的故事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可以看看其他youtuber的講解 核心主題 今次核心主題其實是很想探索 宿命論這個哲學主題 什麼是宿命論呢? 宿命論最初源自子人生中的遭遇 都早已注定 一切事情都是由人無法控制力量所促成 包括生死禍福 貧富貴賤等等 相信宿命論的人 認為人間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注定 宿命論的觀念也是十分普遍 自古以來無論是希臘 羅馬等等的西方國家 都有不同的說法 在歷史中 人都不斷嘗試去解開人生的奧秘 或者嘗試去找出某些事情的寓意 歷史學家 克爾麥林格倫就說過 視乎人將事情看成是由於某種力量促成 順理成章地發生 或者是純粹出於偶爾 然後就將神、命運或者機遇加諸於其上 結果就形成宿命論這個感覺 宿命論這個題材其實都用過很多特色或者動畫作品 或者例如隔離棚MCU入面 Loki 的劇情就有點遲 都在說有人去管理著一個時間線 每個人的命運 Loki 入面就是 Khan 去看管著 而 Saber 就是全知全能之書 而活在二十一世紀入面 在後現代文化促成之下 很順理成章地 都在說想表達人可以憑自己力量去打破命運 自己可以有權利去編寫自己的生命 所以就以主角是一個喜歡作故事的小說家為題材 來創作這個故事做命題 但大家看完48集內容 又有沒有覺得他成功導出這個道理 本劇的優點 先講一下這套劇的優點 我個人覺得有幾點可以讚一下 第一就是皮套設計 我覺得今年所有11個拉打基本形態 都是幾合眼緣的 至少不會像Decade Complete Form 奇奇怪到要看夠幾年才能接受到 如果想看我之前分析他皮套設計 可以按右上角看我之前的影片 第二就是主題曲和表美曲的節奏 氣氛都印象很深刻 今次兩首都以輕快捷咒為主說 都幾配合以童話故事書概念的主題 其實自響鬼之後 拉打哈列都沒有試過再有片尾曲的存在 所以今次無論那些人說要縮減片集的內容 又或者要戰隊化之類的原因 要加首片尾曲 我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起碼一播音樂你就會記得這套東西的存在 另外插入曲的運動都是意外地好的 例如四十三集和四十四集之中 BGM都有潛力令到整件事昇華至一個名場面級別 雖然比起其他作品 例如鬼滅之刃的第十九集 都還有一段補完的距離就是 但至少是一個好的嘗試 另外值得一提 身為另外第二部作品 今次背景設定 以及核心主題 其實都有呼應平成系列的第二部作 阿傑陀入面的一些元素作致敬 主角一開始都是以失憶為前提 來做起此設定 或者拉打設計來說 雙方都是以西洋龍為主題 沒錯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阿傑陀主題生物是龍 加上兩套作品 都是以打破被神掌控的宿命為主題 所以這方面的致敬我覺得是OK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都要讚一讚長谷春龜的老師 一會我們會再提一提他 但多得他 最後那四集才這麼精彩 可以將貫穿整套劇集的角色 或者設定做到這麼首尾呼應 幫這套劇集拿回不少分數 好了 講完優點之後 不如一起來講一下 作品有什麼問題的地方 相信大家都急不及去看這一部份 之後為了不要讓Haters覺得我 一面倒不停撐這套劇 我會嘗試 除了去講他的問題之處 也會一邊提出一些constructive的改善方法 去令這套劇更多元化 大家準備好就一起下去了 決點一 故事時間才設定 Saber的世界設定其實很龐大 但編劇就是偏偏設定得太過龐大 令很多北市因此而出 由現役時間點2000年前 流蘇和一眾朋友發現Wonderworld存在 到成立Sort of Logos 和Storius為首的敵人幹部 打仗打了差不多2000多年 當中在現役時間點1000年前 亦都出現過尤利 以及巴克多等的劍士 到近代時間線 亦都有上一代的劍士 例如上條大地 和賢人的老豆 以及加加民還有現役時間點的劍士們 他們去對付一班壞人 因為這個時間線設定之長 根本無法很有血有肉地描寫 所有角色的背景故事 如果故事時間線寫得太長 一向往往衍生出來 都會有很多缺點 歷代的劍士是如何發展出 這個司徒關係的架構的呢 究竟Yuli 劉蘇等生活了1000年 他們在Wonder World過著什麼生活呢 在2000年來 Wonder World的劍士和怪人去對戰 究竟又有什麼故事呢 有適量的劉伯其實是好事 但同時間如果太多資訊 不在初期的時候設定好 又或者要等到最後的6集 7集才交代的時候 看到劇集中期的時候 觀眾的耐性就會變得很低 世界觀來說 劇情裡都很欠缺對Wonder World的描述 實際有很多細節都可以斟酌 但編劇就刻意迴避不談 除了第一集有較多交代式對話 是由劉蘇那邊形容出來之外 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值得保護呢 對觀眾來說 這個CG世界 除了只是奇怪的東西飛來飛去之外 另外就是這個世界會侵蝕人類世界 對於觀眾來說 結論就是因為編劇缺乏描述 而變得好像沒什麼理由 要特別去手援這個世界 講回現時的時間點 劇集前期設定和後期 故事其實很多劇情都有重大的斷層 面相發生出來其實好像沒有意義一樣 有時甚至乎是為出玩具而產生出來的 例如前期主角設定為失憶 但這個失憶的設定只是維持到 前頭十幾集的部分是有作用的 去到後半其實這個設定根本沒有關係 也不會對主角的成長有什麼貢獻 再者 用了三四集才純用的Primitive Dragon 在講數的時候說可以跟他做朋友之旅 但去到劇情後半 不要說條龍本身 其實連形態都失埋中 去到最後一集才出一出路一路上 變相很多角色都是為了劇情而產生出來 但其實對主路線是無關同樣的 缺點二 人物角色描寫的問題 既然講主角非以真的設定 不如順便講講整體人物角色設定 對於講一個深刻的劇情故事 人物曲線有沒有改變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它令到一個故事更加豐富立體 就必須給角色有所經歷從而成長 就例如我經常拿出來講的《烏托拉灣之日》 我們可以看到主角哈努奇 如何從一個無腦熱血直立 如何重新審測自己的初衷 再後期去面對現實社會政治殘酷 從而去到最後一集我們見到它有所成長 但在Saber裡面 我們只見到主角非與真 由始至終都不停約定人 答應人 之後去解救其他人的心結 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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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經歷困難 有 絕對有 但有沒有挫敗學習到什麼 嗯 好像由始至終都是一成不變 這麼正面 其實劇情中間連所謂的黑化 都只是Primitive Dragon 負面能量太大所影響 所以 純服完Primitive Dragon之後 去到結局 其實他都感覺上 沒有什麼改變 另一群沒有什麼成長的角色 就如 美上大叔 大秦子先生 故事初期來來去去都只是會因為劇情 而對非與真的態度忽難忽厭 對於自己的故事所經歷成長 其實幾乎是零 之後有些角色也很少成長空間 例如倫太郎 初期成長的地方都只是為了為師傅報仇 中期就是為了擺脫自己對建制派的思想 去到後期終於明白怎樣去尋找真正的家人 但去到三十多集之後 基本上就再沒有成復過了 經常都只是行行企企 反而角色成長最大的莫過於就是年仔和Disaster 至少他們有為他們的作戰理由 生存目的苦路過 最後互相影響之下 找到他們生命的意義 另一個問題就是劇中角色的行動表現 往往就是在總部開會 找人之後打怪 偶爾吃下西餅甜品 之後就是女主角到處PK 出揚相等等的劇情 這樣的手法就很悶 其實有個好例子就是第四十四集 講述主角群最終戰前夕 和身邊重要的人去告別 這些才是導演應該要在冠村整套劇裏做的事 人的生活方式離不開就是衣食住行 在一套連續劇裏 要令角色有深度有背景 一定要為角色添加一些生活日常以及背景故事 既然菲玉珍是一個小說家 那就應該加入多些職業 如何辛酸、趕稿、作故事之類 還有當他描述一個角色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提及他們的家人 在這個Saber裡面 究竟菲玉珍的家人去了哪裡呢? 他是怎樣在一個沒有家人的情況下 還要失憶的情況之下成為小說家 還有講了四十幾集 有一個對我來說講到結局 我都說不出有什麼原因呢? 就是菲玉珍、賢人和Luna 三個為什麼這麼朋友呢? 以及他們想認識的經過又是什麼呢? 明明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但偏偏所描述的劇情 就只是三個人一起看童話書 以及圍著一棵樹跳來跳去的畫面 菲玉珍有什麼原因這麼想救Luna呢? 這個是觀眾看不明白的地方 要怪就只能怪 因為編劇沒有好好詮釋這個角色的背景 你要怪就怪你爸爸 另外不知道是否是劇本問題和演員問題 很多人物的角色和對白都表達得很好的山眼 像沒什麼靈魂 很多人都像是一部讀對白機一樣 按個按鈕到我便讀對白 這些對白還還喜歡到一個點 換演變成是現實世界你和朋友說這些東西 肯定會尷尬到一個點 還有這些角色都很有個性 但就是太有個性了 這次編劇就好像寫到跟之前Ghost的角色一樣 個個都好像很固執 不懂得聽人說話 結果下下都要講十幾二十集才真的講得明白對方 角色有執著不要緊 但起碼要有背景、有目的、有原因才對 對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改善地方可以加以描述每個角色的故事背景 就例如用一集來交代非與真和言人同時相識的故事 還有就是非與真失憶時發生的事 這樣我覺得會充分了解更多非與真和言人所出發的動機 另外既然原本倫太郎是無父無母 可以講多些屬於組織底下孤兒院的故事設定 講下劍士司徒之間關係和他們訓練的過程 另外敵人方面可以講下掛人三個幹部 和劉蘇仲是人類時候的故事 又或者今代口水佬和前代的Master Logos家族 還有四言士之間的故事等等 大家其實知不知四言士是誰呢? 如果對比起只是講術主角怎樣去死找難找Luna 這四十幾集劇情如果加上這些故事 我覺得肯定會更加有血有肉 至少不會像現在我這樣看完二十幾三十集 覺得那些幹部死去都完全對我來說沒什麼衝擊力 也都不會亂識他們死去 缺點三 編劇安排失當 今年劇組主監製是首次主力擔當拉打系列的監督 柴奇桂幸先生 主編劇是由福田翠郎老師編寫 之前有份為Ghost和執筆 他最擅長的就是寫到一些角色很喜歡和個性化 所以相信一聽到以上的組合就知道今年是伏味甚濃 但本劇其實還有毛利幸運 長谷村歸一、內田、御記等三位編劇去輔助 毛利寫過很多拉打和戰隊劇集 編劇手法中規中矩 長谷村寫過不少平城拉打和超人系列 最近得意之作有SSSS、Gridom和Dyna Zenon 順帶一提長谷村老師也有客傳在最後一集出現 內田比較新些 但也有為不少動畫和超人寫過單元劇的劇本 所以理論上這幾個組合 除了福田之外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今次失當的位置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一齊看看Saber這一年的放送日程廟 見不見到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福田、長谷村和毛利 根本就是每個單元 即是每兩集隔著隔著來寫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我說 喂不是啊 其他特殊片不是會這樣拍攝嗎? 都是不會每一集都是同一個監督 都不會同一個編劇去寫的 明顯地由於這三個編劇的擔當風格 都是很不同 影響到劇情質量時好時壞 也都很影響到角色性格設定 亦令到中期的劇情非常之鬆散 就好像《倫太郎》那樣 《長谷村首筆》的第29集 終於醒覺和主角群和好 但一到福田寫的第30集 就突然寫到《倫太郎》很自責 很妒忌主角群 而變得很不懂得變通 就是因為這些安排失當 令到角色的智商不時都下線 令到觀眾越看越敏陣 失去對故事的興趣 另外要表達角色性格 其實劇情對白都不用多 有看我之前去評論《Saber》劇場版的朋友 都知道我很怕一些交代性的對白 如果編劇夠班 其實一兩個對白 再加一兩個情境 都已經可以好全神地交代到角色性格 和處事動機 否則角色的行動只會欠缺說服力 被淪為像一部講對白機一樣 其實最好的示範又是第44集 看回《長谷川》老師編寫 美上大叔日常的對話 就知道其實小小的鋪排 就可以很容易定立到角色性格 不是每次都說自己是玉兒王 怎樣怎樣怎樣 我也是最強的剣士 我也是最強的子育王 哈哈哈哈 唉 總之每兩個星期 就真的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隔幾集 性格就會大倒退 一口砂糖一口屎 你叫人真的怎樣認真去追 缺點四 各種呈現方式的問題 最後就快快講一下呈現手法 因為疫情的關係 日本的緊急限聚令下 有很多拍攝都未必可以在室外拍到 所以結果補上了很多CG畫面 一直以來拉打的特色就是拳拳到肉的打鬥 再加上適當的CG電腦特效 去營造出他們華麗有力的必殺技 就好似簡單至Kougar的飛腿 複雜至01的拉聲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去證明CG配搭特色會有好的效果出來 但反之亦然 東影明明知道自己弱點 在全片復環用CG電腦特效來營造一個世界觀 官方竟然一度曾經在今年的時候 誇張過自己 覺得自己是做得很好 明明望應這麼簡單的這一幕 連影玩具的朋友們 會知道光影角度和比例拍攝 有什麼可能東影你會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出來 因此而志豪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還要說到自己有請外援幫手 還說用到現今遊戲界最盛行的Software Engine來製作 比例又錯 陰影又錯 角度又錯 景深運用都錯 不特地說我還以為是回到PS2年代的遊戲畫面 另一面相不如你去學一下你的長期對手原谷製作公司 人家運用電腦特效配搭實景拍攝做出來的效果 完全遠勝於今年拉打的表現 就算採用綠幕拍攝 原谷製作組都懂得怎樣運用前景後景來營造出立體感 使得畫面層次更加豐富 減少一個虛構的感覺 所以當經費用在CG上 皮套的重用就成為了這一出拉打的一個特色 亦都是今次其中一個大災難 由人宿飾演的Falucion 口水佬Solomon Dusaber的Final Form Cross Saber 和Storius的蒙面超人形態 這麼多件皮套都是重新上色改造而成 可見東映將經費用在CG上 而且同時都要預備拉打50周年的紀念影集和戲 究竟在Saber拿走多少的經費 除此之外 很多劇情細節位都很有北市 例如有一些片段 明明是正轉時間線的10年前 大巡子剛剛加入組織的時候 但偏偏兩個人的年紀 跟現代時的樣子一模一樣 我看的時候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有不老症 我又想起你老婆 之後還有很多劇情問題 例如主角第一天做劍士的時候 就可以跟老光弘劍士一樣打得這麼厲害 或者他們經常拿完劍或奪出別人的道具之後 就放下不拿 出力跳一跳就可以救到Luna 又不跳 又或者無緣無故有條條彈出來 就可以跑上去救Luna 唉 見到這麼弱智的呈現手法 都真是沒什麼好說了 好了講了這麼久 上一年的表現真是很難令人歡喜 至少到44集的時候 的確是一個轉捩點來的 可能經過奧運會停播了一週之後 令到觀眾沉澱了一陣 第44集至第47集 的確是一個很精彩的表現 在長谷村老師的筆下 將所有劇集中出現過的大小配角 都發得淋漓盡致 由於一些原本以為不再出現的角色 都透過這四集內容 再一次活躍在大家的螢幕面前 一些首尾呼應的做法 就好像將大家看一年的回憶 重新點體一次 雖然結局也是一個大團不洗白的傳統TV劇情 但是透過主角的犧牲 而且成功地創造出所謂的新故事 而改變了兩個世界的命運 的確是最後給大家一口砂糖 品嘗的 因此很多觀眾就立即覺得 Saber是神作 但大家不要忘記 前面四十多集的表現 大家吃了多少口屎 才來到這個結尾 亦都這樣才有一口正常飯入口 始終它是爛頭 但是收得好的味 對我而言 要稱為神作 真的未免有點牽強 綜合而言 一套劇集的設定 和世界觀 其實都叫做編排得完整 以及有趣 但核心問題就是 敗在呈現的手法 整體佈局安排 以及由前期到中期不倫不類的角色描述 令到觀眾很難投入各個角色的處境當中 如果最尾四集的表現可以貫穿整套劇集 效果一定會更好 所以最後會給四分 好老實說 如果不是最後四集有長公村老師力玩狂難 去重新塑造每一個角色 你之前四十多集有出現過的一些塑造和設定 基於之前一年的過山車式表現 我可能只會給兩軍這部劇集 所以 有兩分真是避免長谷川老師 不知道你又最受不了什麼 或者你最欣賞什麼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接著下來 希望一世舊史 在2022年的Revise方面 都有些好的成績出現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有興趣看這一類影片的朋友 不服給個like share給更多朋友看 以及subscribe我的channel 記得按下鈴鐺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 我們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